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观看由我要咨询网出品的 XL数据套示表视频教程 今天我们学习第一章的第十一节课 切片器 那么切片器是10版的一个新增功能 在以前的07版03版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那么这个切片器它是什么意思呢 干什么用的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首先我们来摆出一个问题 在使用数据透视表 透视图分析数据操作的时候 是有一点麻烦的 并且在条件之间切换时效率不高 那么在XL2010中 新增了切片器这个功能 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想在这个透视表里面 先不看右边 先看左边 我们在这个透视表里面 我想看到上半年的 也就是09年 10年上半年 它的这个销售数量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些地方 就给这个要进行一下筛选 筛选 也就是把不需要的这些给去掉 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系统的讲解 这个筛选 这里只是大概说一下 那么把7一直到12去掉 然后给去确定 这个时候123456上半年 它销售的业绩就在这个方 好 我把它清楚 那么同样的 这是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筛选 但是呢 如果我想看1月份和2月份 成都 因为在这边 销售地区有成都 我只想看成都和广州的销售业绩 而我们做的这个透视表里面 只是全部把它显示出来了 把所有的城市 比方说这个是7314 这个数据的话 是1月份的所有销售区域 它的销售的总数量 它并不是某些城市 那么一共有哪些城市呢 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些 这些是切片器所建立的 等一下我们才看得到 等一下我们才来讲解一下 好 假如我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想看1月份成都和广州 它的销售数量是多少 这里是没办法看到的 如果你重新做数据投资表 也没有办法展示 那么也没有办法展示 只是汇总广州和成都 但是通过切片器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完成这个工作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先展示一下切片器的功能 比方说 刚才要求的1月份 我就点一下1月 是不是 这个是1月份所有的 所有城市 所有区域的销售数量 而这个1月份是10年的 这个1月份是09年的 只想成都和广州 我就点上成都 那么这是成都的 广州 这是广州的 但是我可以把两个都选起来 这就是成都和广州 在09年 10年1月份 它的销售数量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这些东西 它就是切片器 那么这个切片器是怎么调用出来的呢 好 我们来展示一下 首先我们选择用光标定位到这个数据透视表的某一个单元格 然后选择选项 在选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插入切片器 就是有一个插入切片器 然后这里选择插入切片器 那么实际上你可以直接点上这个拆分按键的上 点以后呢 它就会出现这些年月销售区域数量 这些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明显是右边这个数据源的 它的这个字段 那么 好 我们返回来 继续 它问我们你需要选择哪些东西来做这个切片器 的比如筛选 选择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 我是希望选择的是月份 销售区域 甚至你把年选上也可以 好 确定 这样的话 年月销售区域 这三个 这样一块一块的 像一个卡片一样 我们就叫做切片器 好 我们把它排列一下 我把这个年放在上面 月方向 然后它的区域放在这边 方便我们看 我们看 建立好切片器以后 它默认的都有一个蓝色的条 这种状态是处于被选择的状态 那么 假如说我想只看到09年的这种销售总数量 你可以只点09 你看09年是蓝色的底 10年就是白色 这就证明了只选择了09年 而左边的数据图示表也只显示了09年 并且你看它上面的状态是一个漏洞的状态 证明是通过筛选的 通过筛选 也就是实际上就是刚才是两个 然后你只选择了一个 我只选择09年 是这种状态 看右边是跟着连动的 但是选择这个要相对于左边来说 要快捷得多 我点09年 点10年 甚至我想两个年代都选择 那么我就按住Ctrl键 那两个年代都选中了 好 现在我选择09年 我想知道09年 比方说 最后三个月 10 11 12 请注意是最后三个月 所以我按住卡键键 选择10 11 12 比方 你看09年 10 11 12 然后呢 现在它这个销售数量的话 它是整个所有的 只是成都和广州 你看 因为只有成都和广州 是蓝色的底被选择了 你想知道 所有的区域 那么你可以这样来做 就把这个点掉 清除筛行器 一清除筛行器以后呢 它默认就把所有的给选中 所有的区域给 所有的选项给选中了 假如这个时候 我想把上海 沈阳给选择起来 那么我就按住卡键键 选择上海 沈阳 你看到的 比方说这个 09年10月份 它的销售数量 122 实际上这个122 是两个区域的 就是上海和沈阳的 它的销售数量 我们可以看到 切片器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就是我们在筛选 或者是在展示数据的时候 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那么要多选 可以按住卡键键 如果要连选的话 就按shift键 就像这个 7月份到11月份 我可以按住 继续 OK了 那么我们实际上 还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月份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看 10和 11和12 它是灰色的 颜色 不像前面的是黑色的 就是这个颜色 实际上这样显示的话 就是前面 这两个 在11月和12月 是没有销售的数据的 所以它以灰色的代表 也就是没有销售数量 好 这是关于切片器 它的简单应用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下节课 我们继续讲解 有关于切片器的 其他知识点 好的 同学们再见